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宜家的马库斯和耶勒乌福亚列特到底哪个好 哪个适合我 这集和大家分享一段来自国外油管的测评 下面直接说结果 第一 耶勒乌福亚列特它是新品 比马库斯更简约现代 而且它具有不错的调节选项 适合不同的身材 就舒适度而言还远远不够 扶手依然很差 但它仍然是低一算买家的不错的选择 1000美元算是高端产品 这两个都是200美元的产品 第二 耶勒乌福亚列特可以调整底座的深度 底座可以前后调节平移 身材小的同学 可以让后腿留有更舒适的肩细 坐着的身高是1米70 他需要这个调节功能 马库斯的座椅深度是47厘米 我的身高是1米85 不需要这个调节功能 我的身高仅供参考 这一项调节和大腿长度有关 第三 耶勒乌福亚列特可以上下调整腰部的靠垫 但是调整范围不大 但总比没有好 第四 耶勒乌福亚列特的头枕也可以上下调 第五 这两把椅子都可以向后倾斜 而且都可以锁定倾斜角度 第六 耶勒乌福亚列特取消了后倾斜压力旋钮 它是根据体重动态调节张力 马库斯可以通过旋钮调节后仰的力度 僵硬或者是松弛 作者不喜欢这条更改 算是简配 第七 这两把椅子都可以上下调节 如果是个子不高的同学 这两把椅子最低高度 还可能有点高 第八 这两把椅子都很舒服 马库斯坐垫更舒服 用的是更柔软的毛绒泡沫 新椅子用的是更牢固 更致密的泡沫 坐垫除了硬度 还要考虑形状 平坦的轮廓 前面变得更圆滑 第九 这两款背部的舒适度也不同 马库斯是那种高大的平网背 耶勒乌福亚列特的框架 它的肩部是收窄的 不如马库斯舒服 如果是宽阔的肩膀 两个肩部靠不到一背 作者如果不说这点 我还真没注意到 第十 耶勒乌福亚列特使用的塑料更多 可调整功能的组件感觉更差 第十一 他建议买家去店里试一下马库斯 如果合适 不用为可调整功能付费 也就是说不用买耶勒乌福亚列特 马库斯的质量更好一点 更舒服 第十二 如果您的身材较小 并且需要额外调整功能 或者喜欢比较新的设计 那就选耶勒乌福亚列特 作者认为新品并不完美 看完这个视频 我最终决定选择马库斯 因为马库斯应该适合我的身高 但具体还是要去店里试一试 比如马库斯的腰垫 它是固定的 是否能符合我腰部的胜利弯曲 这个要试一下才知道 还有马库斯的椅座 是不能前后调整的 看看我的大腿长度够不够 小腿后方是否能留有间距 还有就是看看椅座的高度 看看是否能把我的体重顶上来 以前去过那么多次椅家 每次去都会试做这两把椅子 看来都白做了 以前是没有知识储备 带着这些知识储备和问题去体验 效果自然不同